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来关注美国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在阿富汗历时20年的军事存在结束了 几乎20年前 美国向阿富汗派兵 清剿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 星期二2021年8月31日 美国军队终于离开了那里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 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 通过视讯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已经终结 他说最后一架美军的飞机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 从喀布尔机场起飞 比拜登总统下令完成撤军的时间 截止时间早了一分钟 麦肯锡说 这项使命依法惩处了本拉登 以及他领导的基地组织的许多同谋 但美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他说 2461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殉职 2万多人受伤 并赞扬在阿富汗战斗和工作过的几十万军人和文职人员 麦肯锡还说 我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在那里奉献过的人们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成就 以及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对记者说 最后几架美军航班在8月31日午夜过后离开了喀布尔国际机场 所有外国占领军刚刚撤离了阿富汗 这位官员说 在美国最后的航班离开的消息传出之际 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保证将继续把美国人和亦受伤害的阿富汗人撤出喀布尔 直到最后他们形容撤离行动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 我们继续有能力撤离并空运那些人 直到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地区行动副主任陆军少将威廉汉克泰勒对记者们说 白宫和五角大楼在塔利班8月早些时候接滚阿富汗后 截至星期一早晨总共已经有11万6700人被转移 包括大约1200人从星期日到星期一搭乘26架美军航班和两架同盟国航班离开阿富汗 白宫新闻秘书珍沙奇星期一对记者说 在这段时间有大约6000名美国人离开了阿富汗 但仍有少数人还没能离开 我们正在继续努力撤离美国公民 他补充说 我们的承诺是持久的 我们的承诺不会动摇 即使我们把我们的男女军人撤回国内 有报道说 在星期四的自杀炸弹袭击后 美国停止了撤离阿富汗伙伴 特别是特殊移民签证申请人 对此杀其予以否认 那次空袭造成至少169名阿富汗和13名美国军人丧失 总统已经明确的向他的指挥官们表示 他们一定要不遗余力的确保 伊斯兰国为喀布尔机场的这些美国军人之死付出代价 沙奇说他们有必要的授权 不过白宫和五角大楼形容 美军主导的撤离行动的最后几个小时的实地情形是多变和危险的 包括喀布尔机场夜间遭到的火箭弹袭击 伊斯兰国呼罗山也声称 这次火箭弹袭击负责任 国防官员说 有多达五枚火箭弹射向机场 有三枚火箭弹完全偏离机场 第四枚落地时没有造成任何的重大破坏 美国官员说 第五枚火箭弹被美国在机场的防御系统击落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对记者们说 威胁流是切实的 仍然活跃在很多情况下 仍然是具体的 他补充说 我们必须争取像他们一样的迅速和敏捷 但是美国也因为一些安全措施而受到了更多的批评 包括星期日在喀布尔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美军军官说 这次袭击打死了两名伊斯兰国呼罗山行动人员 当时他们正在往一辆车上装载爆炸物打算去袭击机场 但包括纽约时报一则消息在内的媒体报道说 这次袭击或次生爆炸炸死了 多达九名平民包括儿童 科比星期一坚持发动无人机空袭前存在的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威胁的最初评估 但是他说军方无权反驳有旁人包括儿童被炸死的说法 地球上没有任何军队像美国军队这样加大努力来避免平民的伤亡 谁也不想看到无辜的生命被夺去 他说我们对此非常非常严肃的看待 随着美国最后限期的接近 联合国难民事务所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星期一说 阿富汗人民需要各国政府 人道工作者和普通民众与他们在一起不离不弃 随着世界各地人民欢迎阿富汗人进入他们的社区和家园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留在后面的人 格兰迪在一项声明中说 我们必须满足阿富汗境内和该地区周边国家的人道需求 我们的回应必须是有利和紧迫的 与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意味着与他们所有的人站在一起 不管他们在境外寻求安全或是在家中重新收拾破碎的生活 美国驻阿富汗首席外交官罗斯威尔逊也呈最后一架飞机撤离了喀布尔 美国在阿富汗再无外交世界 美国国务员官员们说 他们会继续为那些希望在8月31日之后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领事服务 国务卿布林肯说 美国驻喀布尔的外交工作将转移到多哈 他还为未来在喀布尔重新开大使馆的可能性留出了空间 称那将取决于塔利班的表现以及当地整起的安全局势 塔利班曾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保留在阿富汗的外交使节 称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一位美国政府资深的官员星期一8月30日表示 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最新报告中做出平壤 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其一座核反应堆的认定 美国和朝鲜急需就此进行对话 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上周五发表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 朝鲜宁边一座5兆瓦的核反应堆出现了与反应堆运行相一致的迹象 包括冷却水的排放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位不具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彰显了我们急需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必要性 我们持续寻求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DPRK对话 来解决报告中提出的反应堆运行活动 以及去核化相关的所有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在6月就曾警告说 朝鲜宁边有迹象表明在进行反应堆缺乏燃料再处理活动 将可用于核武器制造的环从反应堆发燃料中分离出来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上周五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从今年2月到7月初 这项明显的工作持续了5个月 这表明一整批拔燃料已经做出了处理 而单纯的核废料处理或维护所需的时间则比较短 不愿据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美国正在与盟友和伙伴就朝鲜事态的发展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其年度报告前 朝鲜与韩国的关系上个月曾经出现好转 而美国总统朝鲜事务特使金胜也刚刚对韩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 但是由于美韩从8月16日起举行为期9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与韩国的关系再次恶化 而且朝鲜还警告美韩联合军演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安全威力 金胜在首尔时 曾向媒体表示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 并且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举行会晤 美国与朝鲜有关绝合化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年 自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2009年被平壤驱离之后 该机构一直无法派人进入朝鲜 朝鲜也迅速恢复其核武计划并进行核试验 朝鲜最后一次核试验发生在2017年 美国前总统川普为了解决朝鲜去核化问题 曾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三次高峰会谈 但是谈判并未达成有意义的成果 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 朝鲜曾经表示过愿意与美国恢复谈判的意愿 但要求美国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 而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达愿意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朝鲜去核化 但是对在谈判达成协议前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 并未表达任何兴趣 以上是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